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最新明确指出 涉置的工作地点属于墨蔽空间 就墨蔽空间而言 我们有清晰的法例的规定 要有合资格的人做风险评估 他要将风险评估的资料 和相关工作人员 写一张我们规定的表格 贴在当眼的地方 做事工人一定要经过合适的训练 兼且要有适当的保护 当然初步的证据看到 有部分我们觉得是没做的了 但是我们当然要一个充足的调查 当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我们会和律政司去商讨 他说会考虑用新修订的 职安建条例下的公诉程序检控 即是一旦聚成 罚则比较严厉 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一千万 劳工处正是巡查全港地盘的密闭空间 有违法会采取行动 包括勒令停工或者程柱 但是有建造业界质疑巡查的成效 你一下去 通常他们就会这样说 你们有没有这些密闭场地的风险领股 有就给他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密闭场地 只要它是封了的 它没有人进去做事 没有都不要紧 我觉得就是那个警示意义 多于实质的意义 发展局就说 已经按机制 暂停摄示成建商镜头公务工程空调装置类别的投标资格 直到它完成独立安全审核 落实改善措施 并且获当局审视才会考虑恢复 说实话 涉及的是大判税建基电工程公司 无视电视记者林俊卿 特首李家超就说 关注事故 呼吁各界提升职安件意识 有工会批评 就算已经提高违反职安件法例的刑罚 但是阻吓力仍然不够 西九龙事故 两个死者的家属 去到葵冲公众脸房认识 工业意外是令人非常痛心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 主动提到这宗事故 他说虽然已经提高违反职安件法例的刑罚 各界仍然要提高职安件意识 当然法例是可以提升法则 去阻击 也都去惩罚一些违法的人士 但是 无论法例多少 都是要人遵守的 例如我们有打劫这个罪行 但是永远 我们都不会杜绝所有结案的发生 所以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 去确保我们的职安件 是做到到位 职安件条例的修订 在4月28日已经生效 严重罪恒罚款额提高到1000万 最高监禁两年 根据建造业议会的统计 提高罚质至今 至少有16宗工业相亡事故 12人死亡 这一个是反映到整体我们的行业 建造行业 在那个管理文化和工作文化上面 都有可能是出现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 政府是能够在 这一个根本上的问题 是去采取一些措施 是去搞好这个 行业的管理和工作上面的文化 否则来说 这些意外就是会无日无之 工联会期望 政府确立承建商和外判商 在地盘安全上的权责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去以资产交易平台JPEX 涉嫌串谋诈骗案 警方拉到的人 涉案人数增至12人 直接说是另一间 虚拟货币找换店 Money Looping 一名姓王的董事 至今被捕的12人 包括已经保释 属虚拟货币找换店 负责人的林作 网红陈怡等 另外艺人陈章志林 庄司敏等 早前已协助调查 以致致昨天安周五点 一共接获2,300多名受害人 报案 涉款合共近15亿 新一年度流感疫苗资助计划 星期四展开 下季流感高峰期有过百宗致死个案 又有超过10名儿童要入住心切治疗部 最新包括一个16岁青年 现在情况严重 医学会担心冬季情况更加严重 呼吁市民尽快打针 本港仍然在下季流感高峰期 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个月16日的一个星期 流感病毒阳性比率是11.56% 按照稍微回落 但仍然远高过基线水平 最近大约三个月 有130多名成人死于流感 也有12中疑和严重肝案 大部分没有打针 当中一个25个月大的男孩 呼吸衰竭死亡 而最新有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16岁男孩 上个星期五开始发烧和咳嗽 星期一病情恶化 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诊 同一日入住儿童心切治疗部 经发炎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呈阳性 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肺炎 现在主流的是甲型H3N2 而现在已经可以自肺接种 星期四开始可以获知做打针的新年度疫苗 专家说是针对甲型流感H1N1和H3N2 和两种月型流感都是有效 至于可不可以应对明年1至3月的 冬季流感高峰期的主流病毒 他认为当初估计已经包括病毒出现飘移 不过医学会说参考南半球的情况 不排除本港在冬季流感高峰期 感染情况可能较严重 澳洲那里建楼可能在那边的流感情形 是偏向比至少比前两年是严重的 我们预期地球始终大家一体 可能来到我们的时候冬季也会差点 现在大家是超级松懈的了 去到一些挤壁的环境、场所、搭车 戴口罩的人士也已经少了 医学会提醒流感疫苗需要大约14天才会发挥合用 市民应该尽快接种以取得最大的保护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国务院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 外长王毅说阵营对抗令和游戏没有前途 强调中国坚持透过对话协商 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年前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长达2万2千字的白皮书 展述这个理念以及实现路径 外长王毅在发布会上说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信应时代潮流 提升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 众方坚持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反对肆意扩大军事同盟挤压别国的安全空间 要更好统筹以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 加快提升生物安全 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 人工智能安全的对话合作 共同做好风险防范 他强调中方要为共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 关键是引导维护全球化正确方向 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会不会到美国三藩市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王毅就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从不缺席重要多边论坛 又说中方正在和各方保持沟通 会适时发布消息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商务部长黄文涛说 中方就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表达严正关切和强烈不满 商务部长黄文涛和欧盟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 星期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黄文涛指出 中国电动车快速发展 依赖的是研发创新 自由竞争和完整的产业体系 又说欧盟的反补贴调查 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会影响中欧绿色合作 和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黄文涛希望欧方以非政治化 和非歧视性方式 妥善解决贸易磨擦 东布罗夫斯基斯就说 欧盟愿意和中方就电动车反补贴调查 进行充分磋伤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说 依照总统指示 移除中国在南海黄岩岛部署的 飘浮障碍物 中方奉劝非方 不要挑人致时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放片段 显示有蛙人在水下面 切团中方漂浮在外物连接的繩 防卫队完之后从水里面 拖起一个鸟 非方说上星期发现 中国海景的橡皮艇 和海上民兵船 在黄岩岛海域 架设长大约300米的漂浮在外物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星期二说 在总统小马可思指示下 执行特别行动 移除阻塞南海黄岩岛 东南面入口的漂浮障碍物 说障碍物对海运造成危害 明显违反国际法 阻碍暴鱼和菲律宾渔民生计活动 又说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 确认黄岩岛是菲律宾传统渔区 菲律宾传媒引述防卫队发现人说 对原系假扮成渔民行动 当时四艘中国海警船在附近 见到飞方船隻上有传媒 没有作出强烈反应 又说中方几个小时之后 发现障碍物不再起封锁作用 并带走障碍物 中方回应飞方的行动 呼吁他们不要挑衅 中方坚定维护黄岩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们奉劝飞方不要挑衅滋事 中方之前说飞方公务船上星期 未经中方允许善厂黄岩岛附近海域 并企图冲厂黄岩岛食户 中方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对飞方船隻拦阻拘离 无线电视机者梁明山报道 又即回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这期先看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下跌 标准普以500指数和纳斯达指数跌超过1% 导致现在跌280点 报33726点 标普500指数跌46点 报4290点 市场担心联邦处备局的货币政策 会维持压抑性多一段时间 加上消费信心和新屋销售数字 都比如期疲弱 被股受影响 开始导致跌144点 之后跌幅逐渐扩大 上后段跌348点 主要股份类别全部下跌 其中科技股、公用股 和通讯服务股表现比较差 欧洲股市方面 法国CAT指数跌49点 德国DES指数跌149点 其他消息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120件四川三星堆文物 近半是近年才出土 不少是第一次对外展出 穿越三千多年历史 揭开古属文明面纱 去年才重现世间的青铜大神兽 四方阔口 耳朵树起 角上还有一个穿着长袍的立人像 胸口前面刻有神树 反映古人对树的崇拜 相信是神庙里面的重器 是三星堆造型最奇特的器物之一 首次在四川以外展出 说起三星堆 这些貌似外星人的青铜面具 可以说是代表 线条流畅 粗眉阳起 威嚴神圣 前年出土的青铜大面具 高大约70厘米 阔1.3米 是现存最大 保存最好的青铜面具 金光闪射 眉眼漏空 这个纤薄如纸的金面罩 同样前年出土 如果说戴面具 反映当年的铸铜技术 金面罩的野金技术水平更加高 这里一共120件三星堆 同金沙为止文物 星期三开始 在香港故宫展出四个月 官方说有别过往的展览 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们是把新的发现 把这些新发现 第一次带到香港来 它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它的大眼睛 这些各种各样的面具 那么它肯定是代表了某种信息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 我们考古学家需要给它进行对视 进行解释 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们 也是对这些眼睛 对这些雕像 对这些伟大的作品 进行凝视 关注 思考 每件文物如何出土 考古学家和考古工具都功不可没 官方说希望市民来到这里 观赏到这些工具 更加深入了解考古的工作 香港故宫入场费 也都由星期三起加价 成人标准门票加10元至60元 特展门票就加30元至150元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导 照顾者专线开始提供24小时服务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政府重视对照顾者支援 立法会石副家议员说 专线和以往热线相比 下半括一范围更加广泛和即时 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 设立专线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 近一年之后 182 183即日开始 以24小时提供服务 设30条线 有专业社工接厅 为照顾者提供资讯 转介和配对合适的服务 并为有紧急需要的个案 提供外展探访 立法会社福界议员说 有别于以往分散 由不同的社福机构提供的支援热线 专线能够即时提供相应的跟进 告诉人们 你试一下在经济投资的前眼 试一下就一 我合不合资格 有没有位置 合不合我用呢 都是要我自己去摸索的 现在的专业的社工 他就会帮你做了一个初步评估 而找一个能够相对配对的 一个适合的服务 这个专业的过程 其他过往来说的额线 未必能够能够做得这么完备 接连有照顾者家庭缺乏支援 修和平一对智障兄弟更加怀疑 没有人照顾下死亡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非常难过 强调政府重视相关的支援 政府有重要的责任 而提供社会福利的一些机构 也都可以加大力度去帮助 需要求助的人 或者照顾者 是否涉及隐蔽式 需要帮助的一些家庭 地区是可能更了解的 所以关外队在这方面 也都可以发挥力 他又说新一届区议员 也都可以发挥力量协助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轻报道 美国有研究说 南极周围海兵面积 在冬季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比37年前减少100万平方公里 专家警告全球暖化加剧 近年来全球各地正面对气候暖化影响 南极周易不例外 海兵加剧融化 备受关注 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表示 南极海兵范围在本月10号 达到今年高峰 覆蓋169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是自1979年起 有卫星纪录以来 冬季最大海兵面积的最低值 比起1986年所创的冬季纪录 目前减少大约100万平方公里 如果以陆地面积计 相当于大约900个香港 有研究员警告 气候变化对南极的冲击加剧 研究员又说 部分动物例如企鹅 会在海兵繁殖和腐育后代 相关改变可能会带来严峻后果 又统计划 去年超过9000只企鹅 因为海兵溶化而死亡 另一个问题是海兵减少 白色冰层所反射的阳光也会减少 随着更多太阳热能被海水吸收 从而加剧全球暖化 无线意识记者谭惠恩报道 亚运游泳港队何思培 在类似100米自由泳 拆身亚洲纪录夺金 何思培强势出击 日前已经在200米自由泳夺金 来到100米战场全程领先 更加向着代表亚洲纪录的 绿色线进发 最后他游出52秒17 击败两位中国泳手 同时以0.1秒 打破由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 夺得今届个人第二金 暂时有两金两同进仗 而国家队的李兵杰 就在女子400米自由泳 游出4分01秒96 打破大会纪录 夺得金牌 无线电视记者黄志谦 亚运马述港队夺得 盛装舞部团体赛同牌 港队是9支队伍里面 唯一一队以全女班出战 21岁的陈瑞燕首位上阵 他夺得65.323分 2014年人村亚运三项 赛团体同牌得主何原因 之后拿到68.323分 赵泳营就拿到71.176的高分 个人成绩第一 团体总分达204.852分 仅是印度和中国得到同牌 亦都是港队力尼首面 亚运盛装舞部团体赛奖牌 各位好 我是李贼浩 政府继续跟进大谭洪山半岛 独立屋潜建事件 徐生说首批要巡查的10间临海独立屋 当中9间业主已经主动联络 政府星期一说 本身已经有7间屋的业主主动联络 一日后说增置9间 剩下一间即是52号屋 由于护主拒绝处方人员入屋视察 当局昨天拿到法庭首领会入内视察 至于星期一已经确认有潜建的一间独立屋 当局说会发清策令 剩下8间未来一个星期会入内视察 一个18岁青年承认范运大约2.6公斤陆安酮 在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11年 案发在2021年6月27日 被告张志迁当时只有15岁 在大鱼山煤窝被警方折查 在一个单位检获2.6公斤的陆安酮 和毒品包装工具 被告在警戒之下说是为了赚快钱而贩毒 在高等法院承认一项翻温危险药物罪 辩方求情的时候说 被告案发的时候只是有15岁 家庭面临财困 父亲亦都因为受伤而影响工作 母亲亦都因为疫情而失业 被告只是读到中四误解法例 接受选有所托包装毒品 每次收取400去到500元 被告的妈妈自责只是你工作 未能够好好管教儿子 令到个儿子价值观流曲和怨家損友 被告现在后悔莫及承诺日后会奉公手法 努力读书装备自己 法官张慧宁判刑的时候说 接纳被告负责包装和运送毒品 并不是主脑 而且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他人利用 考虑到被告坦诚认罪判囚11年 张慧宁寄予被告 善用监狱里面的时间好好做人 珍惜家人的支持和照顾 母线电视记者姚卓同报道 一个巴基斯坦籍人士被遣返途中 在航班内死亡 入境处说 派人随过巴基斯坦籍人士 坐飞机遣返巴基斯坦时 在航班途中发现他突然失去知觉 立即通知机组人员 航班紧急降落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并将他紧急送院 最终证实不治 根据当局提供的资料 死因无可疑 入境处已经就事件向相关涉事单位通报 医冠局首次将中西医协作 应用在癌症治疗 为接受化疗或者电疗的病人 针灸、舒缓甚至预防相关副作用 暂时先在两间公立医院试行 每次收费120元 癌症病人完成化疗、电疗之后 不少人都出现副作用 医冠局针对这个情况试行中西医协作 由中医师为这类病人针灸 舒缓甚至预防副作用 包括化疗后的周围神经麻痹 放射后的一些口腔的肛醋症 疏、无力以及一些腸胃度不息等等的症状 同时加希望尽早引入了中医的治疗 都能够帮助到癌症的病人去预防 马家列医院今个月已经率先试行 暂时有四个病人参加 预计一年就大约一千人适合 占整体合资格的病人十分之一 而下个月就会扩展到屯门医院 也都会在两间医院的日间治疗中心进行 化疗之前会先做针灸 评估没有问题就会进行化疗 完成化疗之后 也都可以在中医诊所继续针灸 报告说早在2017年 一个针对大肠癌化疗副作用的临床研究 已经证明针灸有舒缓副作用的效果 并且安全可行 相关的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公布 做过一个先到的临床研究 发现在研究当中 其实那个病人无论刚才说的 神经麻痹的程度 他的鼻痛的程度会减轻 以至他可能手指脚趾的功能有改善 其实对病者康复之后 一个很好的需要考虑的地方 譬如有些药物会引起一些呕吐的时候 我们针完后它会立即舒缓到 当然它都会继续用西医的止呕 针或者药物去互相配合 医冠局说会同时考虑病人的凝血功能 身体稳定性等等 决定是否适合针灸 计划获政府资助之后 每次收120元 还换的受助人就免费 多局说相关协作组在2014年已经开展 之前集中舒缓晚期癌症病人的病症 医估局希望今次的先度计划可以累积经验 未来一两年会扩大中西医的协作规模 比更多病人受惠 无线电视机者等纵阳报道 信学年获派零班 九位开办施立小一获批的中华基督教会 长洲堂錦江小学 一度公布向下学年成功入陆的小一学生 派一万元奖学金 教育局说有关做法不恰当 也都不道德 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錦江小学 是今个学年其中一间津贴小学获派零班 最终要开办施立小一 录取13个新生 校长早前接受传媒访问 说会争取重办资助小一班 而未要录取更多的学生 学校近日曾经在下网发通告 说下个学年成功入读的小一学生 除了六套校服、书保等责费全面 每个人也都会获发一万元的特别奖学金 教育局之后回应说 学校不应该以金钱或者物质 吸引学生报读或者挽留学生 以维持注册人数 有关的做法不恰当也都不道德 得识之后已经即时了解 并且提醒校方应该遵照有关的指引处理收生 如果涉及违规必定会严肃处理 而至到现在没有收到相关的投诉 又说假如学校以金钱或者物质形式 奖励优良表现 或者帮助经济有困难的学生 应该确立一套审核准则 并且清楚地告诉家长有关的目的 金光小学最新的通告就改为 欢迎所有小一学生申请奖学金 长程稍后公布 这个学年另外有四间津贴小学获派零班 有学校转为私立 也有学校停办一年 下个学年获准再参加同一派位 无线电视记者袁家显秘道 内地两间港人子弟学校 率先成为文彭市预考学校 考生获香港考生同等待遇 有港人子弟学校预料 文彭市在内地会更受欢迎 希望相关部门放宽内地学生 在当地应事的限制 宋石熙在东莞了解过 东莞这间港人子弟学校 正是向考评局申请 成为文彭市预考学校 即是学校中六学生考文彭市 不需要用自收生去报考 总成绩包含校本评合分数 不需要全部靠不是成绩 如果港生的考试费获得豁免 在内地的港生一样不用给 学校被日前获批预考学校的 两间中学辞了一年申请 校方有信心明年会获批 其实这年纪都已经陆续 做了很多这些准备功夫 包括了课程上的设计 考核的模式 试卷 测验卷 和作业 同事已经在这个假期 暑假已经熟读了 熟读了考评局里面的SBA 要求 何时要考核 考些什么 和占分的比例等等 校方说对于内地学生来说 香港文贫市比高考容易 升学途径也多些 本身在内地已经受欢迎 若果上一步容许在内地设考场 相信有更多人报考 但是现在内地学生 要经当地相关部门同意 才能够去语考学校应试 学校期望当局放宽限制 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所以很多政策 我们都无可避免 因为人口太多 数量太大 而做一些大家觉得千篇一律 一刀切的方法 因为世界永远多些选择 给他们的学生和市民 我只要看到好处 看不到坏处 因为当社会里面有不同的制度 培养出来的正向 充分正能量的人才 社会才百花齐方 学校现在有30位老师 大概五分一来自香港 校长就说他们在文凡事教育上 有更多的经验 可以帮助同学生更加好认识 期望将来有更多的香港老师加盟 母线电视机就在钟拆熙 在东莞报道 泰国总理斯雷塔 计划下个月访华 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 路透社印述泰国政府发言人说 斯雷塔会10月16到19号访华 泰国有意加强对华关系和投资合作 曾经被称为地产大亨的斯雷塔 在上个月当选总理 外界关注他的对华和刺激经济方案 他和多位内閣部长 星期一在泰国市郊机场 欢迎第一批免签证入境 从上海出发的内地旅客 泰国希望相关安排有座振兴旅行业 有研究指美国默沙东药厂的新冠病毒口服药 莫纳皮拉韦可能引发新冠病毒突变 不解除会传播给其他人 但没有证据显示会出现更危险的变异株 默沙东药厂就反驳相关报告 由默沙东药厂和另一家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共同研发的莫纳皮拉韦 是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最早推出的口服药之一 新冠确诊患者要在出现症状之后的 五日内开始服用口服药 透过抑制新冠病毒进行自我复制 从而产生治疗效果 这种口服药适合有轻致中度症状的 新冠确诊患者服用 今年六月有本港学府指出 莫纳皮拉韦和另一种新冠口服药 有效将住院病人的病情恶化风险下降大约六至八成 而国际医学期刊自然 近日发表多名专家的研究报告 说莫纳皮拉韦可能导致 仍然有活力的病毒出现严重突变 而突变会增加病毒在自然环境下的遗传多样性 不排除会有更多的演化 来自伦敦一间研究所 领导研究团队的遗传学家桑德森就说 没有证据显示莫纳皮拉韦会产生更具传染性 或者毒性更强的病毒 但他说这些病毒在大量突变之后仍然可以存活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传染给其他人 桑德森又说 在席卷全球的变异株里面 没有一种是这种口服药引起 但很难预测莫纳皮拉韦 有没有可能引发广泛的传播 以及出现人类未有免疫力的新变异株 而麦沙东药厂就反驳相关研究报告 说团队是假设这些病毒突变 和莫纳皮拉韦服用者的病毒传播有关 但就没有记录到病毒传播的证据 无线电视记者朱少林不透 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 在结束绝食后三日出庭接受拘留前审查 李在明星期二抵达首议中央地方法院 首次拐掌慢慢进入法庭大楼 对于记者问到心情怎样 他没有回答 李在明被指在2014至2017年 担任成男市长期间滥用职权 协助私人开发商参与国有土地开发项目 从中获利接合近8亿港元 之后他担任京畿道知事期间 涉嫌要求一间公司 将接合大约6200万港元资金 非法转移到北韩 李在明在上个月底开始绝食 要求政府改革施政 亦抗以日本福岛合污水排海计划 之后因为健康恶化而入院治疗 直至上星期六结束为期24日的绝食 休息回来有其他新闻 转头见 有新闻时间 日元会价建11个月低位 每百日元对港元曾经失守5.24水平 有分析相信日本政府 不会积极干预日元变症 日元会价持续弱势 曾经跌穿149对1美元 是去年10月以来最低 每百极园对港元也都曾经失守5.24 见11个月以来低位 由7月中高位以来 日元会价累计已经下跌超过百分之七 日本财务大臣零木俊一表示 密切关注汇市走势 重新不想见到汇率过分波动 不排除会采取任何行动 市场预期 150对1美元关口可能是日本政府的红线 如果跌穿这个水平 有机会采取类似去年的外汇干预 不过有外汇业人士相信 日本复苏步伐仍然未稳 并不急于入市干预日元贬值 日本政府最新发表的月报 维持9月份对经济温和复苏的观点 不过因应企业贵迹强劲 上条左企业盈利的评估是去年3月以来的首次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目标在短期内制定新经济计划 措施将包括可持续的工资增长 促进国内投资 以及保障国民生活免受物价上涨影响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何潘山报道 中秋国庆就到 政府预计大量旅客访港 行政将官李家超已经指示 要加强人手和交通陪套 但有旅游业界说 目前旅客的消费能力变弱 未必能够大幅刺激经济 内地星期五开始 一连八日中秋国庆黄金收 配合夜彬分 湾仔兼离地城和观塘海滨 将会展开一连串活动 停了四年复办的国庆烟花 预计数以十万计的人 会在维港两岸观赏 香港是会有一个 很欢乐的国庆黄金周 令到本地的居民 也都可以是 大家很参与在一个 那么喜庆的活动里面 游客也都会觉得香港多姿多彩 而香港的夜彬分 也都会在这个机会 令大家亲身体现到香港在夜间的魅力 他说业界已经加强人手 提升旅游景点的资讯发放和交通配套等 不少的食肆推出煙花餐 每位收费都要成千元 比起平日贵了至少两至三成 不过有旅游业说 内地旅客的消费模式已经改变 黄金周刺激消费的作用未必明显 但是他认为以烟花造桌头对旅客来说 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九八响应香港夜彬分活动 指定通宵路线在特定日子会提供七五节优惠 九八说为了鼓励更多市民参与香港夜彬分一系列夜间活动 十四条通宵线包括十二条过海线 在未来三个月特定日子会推出七五节优惠 乘客以百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缴付车支 即可享用优惠 广山高铁开通 由广州东去到山尾只需要73分钟 比以往省回一半时间 预计中秋国庆黄金周有五十几万人次乘搭 由驻广州记者叶子华报道 广山高铁首班车 早上八点半由广州东站开出 中途不停站直达山尾 沿途又表演欢迎首行的乘客 也都送出纪念品 以往由广州去山尾要经过下心铁路 车程要140分钟 现在只是需要73分钟就到 朋友都在广州这边都有 所以会经常来回跑 一个月会跑个三四次吧 有了这些高铁的火味上 你可能跑更多啊 应该会 因为快嘛 以后的话就驾车有少一点 高铁的话就多一点 就经常的了 就肯定会比之前两个半钟 多一点的了 放过去 方便了很多 站队了很多了 圣美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到很多朋友 我们的同事都经常开车过去 以后的话有高铁的话 在广州市区过去都挺方便的 挡起潮汕 不少人都会乘起这里的特色美食 在售班车上面 乘客有机会可以喝杯茶 本常寓意猪龙入水的猪龙饼 而在平日的列车 城下也都有机会 可以试到潮汕特色的露水鸡翼 广山高铁全长200公里 最高时足可以达到350公里 部分班次途经八个站 包括新唐 增城 罗浮山 博罗 惠州南 惠东 和深圳 我们中秋国庆的话 那个旅客应输期间是12天 那么我们现在开行的对数 是29对 那么预计的旅客客流量 的话大约是五六十万人数 我们广山高铁开通的话 是促进了越东地区的沿途 各站的旅客出行 让他们更加快速和便捷 山头至三美高铁 也都预计在年内开通 连同其余几条路线 山山段 张山段 福下张段 组成福概宁波 自广州的勇广高铁 无线电视铸 广州记者叶子华报导 中国组协团前主席陈淑然 因为涉嫌受货案被提起公诉 检方起诉指控说 陈淑然利用职务便利 和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售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以法应当以受货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件在调查终结之后 移送到检测机关审查起诉 近日黄石市人民检测院 已经向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香港男子七人篮球赛 决赛击败南韩夺金 成功慰面 白衣的港队在四强上演逆转 以12比7反胜日本 连续四届坐银望金 入到决赛对着南韩 凭着李卡道突破重围 上半场这一次达阵 加上韦绍生射入富家罚球 为港队领先7比0 南韩在四强大胜中国 但港队就没有给机会对手 下半场杜区迪再达阵 韦绍生入富家踢 拉开到14比0 虽然韦绍生之后领黄牌 一度六人应战 又被对手达阵追近 但港队都保住胜局 最后赢14比7 继2018瓦加达亚运之后 再夺金牌 遥感成职业生涯 最后一张完美落幕 武士DC记者黄志佳 在韩州亚运 为香港夺得今届首金的 林新栋和王伟俊 同赛艇队海船 他们说金牌意义重大 南传亚运金牌的王伟俊和林新栋 步出机场 赛艇队派出超过20人角逐 凭他们在男子商人单掌摩托艇 夺得金牌 更加是香港今届第一金 当真的将这块奖牌带到回香港的时候 特别激动 对我们整个团队的意义都很大 因为这块金牌是我们相隔9年之后 继14年的人村亚运之后 我们第二块在亚运会的金牌 同一时间也是我们香港赛艇公开组赛事里面的 第一块金牌 都希望可以鼓励到我们的后背 可以继续向他们的梦想进化 被问到赛艇在香港的关注度 相对稍信于剑击和游泳 他们认为香港队一条心一起开心 无论什么项目都好 其实都是为香港的体坛而努力 所以我们一阵 整个香港队我们其实是一起开心 当大家对剑击或者游泳的关注度提高的时候 其实同时也是他们对体坛的关注度提高了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体坛的一份子 其实我们都受益在他们的关注之中 当然越多人关注华艇当然越好 关注又关心他们的当然还有家人 也多谢家人在开始接触赛艇开始 这这么多年来都这么支持地鼓励我们 这块金牌不单是属于我们的 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支持我们的家人朋友 以及香港的市民 我都很想留多些时间陪他们 但是我暂时这一刻我没办法做到 因为我要贡献更加多的时间和心机在运动这方面 所以很想多谢他们可以包容我 连同张海霖和梁庆韵在女子商人单掌夺银 和赵显俊的男子单人商掌铜牌 赛艇队一共拿到一金一银一铜 母线记者陈坤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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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